哈喽兄弟们好,我是郑远,今天拍一个纯分享的视频 把这个视频拍一下自己留个底儿,留个念想 这个也被一个好大哥拿走了 这是疯狗非常罕见的一个作品 14英寸的剑齿虎 而且这不是一个新狗,这是老狗 所以它是比较值得收藏的 咱慢慢给大家看 首先先欣赏一下它优美的刀姿 首先我们知道疯狗这个定位它是一个战术刀 所以疯狗的设计是非常凶狠且犀利的 没有那些杂气杂巴的东西 要么就是个大屏膜,要么就是来个佳人 所有的设计都是有效的 花里胡哨的东西你在疯狗身上看不到 所以说喜欢疯狗的人 我就欣赏它这个样子 喜欢的不得了 不喜欢疯狗的人就觉得这东西太简单了吧 对吧 啥都没有 我要它那个绚丽的涂装 我要它这个比较牛的打磨方式 我要一些特殊的表面处理效果 特殊的钢材 你说你啥都没有 对吧 这都好意思出来坑钱 所以疯狗的粉丝是非常非常两极分化的这么一回事 我们现在来看一下疯狗的标 疯狗的标它分为这么几种 一个是荣克版本的 那就是90年代左右的 也叫90年代巅峰本 就是说的早期的疯狗作品 过了2000年它就改成Mand Dogg这种首签的了 然后首签就是基础款 它有一些牛的款式会有编号 比如说一号二号三号四号或者一杠十 二杠十三杠十 这是比较牛的了 然后再牛一点呢会是Prototable 那就是圆形版本 然后比那个更牛一点呢 就这种写名字的版本 它一共是分为四个级别的 纯手签一个级别 带编号一个级别 带圆形一个级别 然后这种带名字的 就是顶级的藏品了 大概是这样子的 我们来看一下这只地狱猫 它整体的这个造型 是一个单手剑的造型 这只的手柄比较有意思 是一个双色的手柄 外面是一层暗绿色的 但实际中间是黑色的 另一层又是一个暗绿色的 所以这个手柄非常的胖 握起来特别饱满 疯狗的线条的打磨 你很难在一把这么大尺寸的刀上 看到这么犀利的棱线 就是我反复强调的棱线的打磨 其实你像疯狗这个镜面刃 对吧 这并不是说什么太难的事情 镜面刃不是太难的事情 但是它整个平面 做出来这么清晰的交界线 而且更要命的是 它的交界线 是随着韧形的变化而变化的 而且开的很细 你可以看 疯狗的整把道 你仔细去看 它没有任何的拉丝的痕迹 你可以看我上一期 无主之地的视频 我说它手工做的 对不对 它是沙带印 沙带印 可以证明它是手工做的 但是也说明什么 说明它打磨的不够细 你看疯狗的东西 就很细 这一点的话 大家可以看一下龙爪DC 它的微博 它说过这件事 要想整体的表面处理 好 看不出来纹路 就要做的细 极度的细化 看一下整个风狗 这个回火线 在这个角度 是能够隐隐隐约的看到 这么漂亮 风狗这个回火线 跟我们做出来的回火线 不是特别一回事 人家这个是 你能够看到 就像玉石一样 若隐若现 你看它的镜边是打磨 并不厉害 并不厉害 但它这个回火线 找好固定的角度 来欣赏的时候 看起来赏心悦目 很舒服 Mand Dog的顶级藏品 太漂亮 刚刚我说到了一件非常关键的事 就是14英寸 风狗的刀 包括很多欧美的刀 它都是以英寸为单位 就是小的会用4寸 然后标准的战术的就是7寸 比如说绿扁帽 对吧 就是7寸 再大一点的就9寸 再大一点的就10寸 风狗10寸以上的 就非常非常少了 9寸的话 什么沼泽猎人 亚利桑那2000 还有一些 雾毒猎犬的9寸 波老鸟的9寸 这些都不是特别稀缺的 但是真正 风狗上了10寸以上的作品 就特别少了 风狗10寸以上的作品 就特别少了 像这种14英寸的 就是少之又少 然后更更少的 就是大家都知道的 就是视学者 比较早期一点的 萨克逊 这就是风狗的顶级作品了 风狗真的是以这个尺寸 做一个非常非常大的一个区分的 大尺寸的风狗就是少 大家见到的 基本上都是7寸和9寸的局多 好了 这个视频最后 跟大家展示一下这本刀 一个神奇的能力 这种短剑 非常灵巧的短剑 它在这个挥舞的时候 是有剑的声音的 可以听一下 挺带劲的 我已经把它包起来了 忘了给大家说一下 它翘 风狗的翘呢 功能性来说 不是怎么好 包括它的锁定 它这个牢固程度 反正就是不是特别好 也划刀 也卡刀 但是风狗东西 它就这样 它就这么做 这接受不接受 就是大家的事 所以这个重新定制 其实这个窍 也可以这个做个皮窍 都都行 但是它这个风格的话 没有别的牌子组 它这个风格 还是跟它自己东西 是比较搭的 这么多年 大家其实也看顺眼了 但是单从功能上来说 并不好用 就帮你把它改装 给你帮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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 谢谢观看